大家好,我是大崔 讲一下一柜拉手应该如何去选择 定制家具的效果主要看柜门 那么柜门的效果很重要的因素也在于拉手 拉手现在人们比较流行的就是越来越简单化 越来越将它去于没有 没有拉手比较符合极简类的风格 那么没有拉手有几种选择呢 第一个就是类似于橱柜这种 吊柜和地柜分开的 或者说你的鞋柜上下分离的这种 吊柜你可以呢 柜门多做出来一厘米 下沿多出一厘米 我们开动是完全可以开动的 没什么问题 也简单 也实用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地柜 地柜的柜门斜切45度 这样呢 也可以方便使用 或者说我们用U型的这个拉手 U型槽 金属的牵进去 也可以做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衣柜 衣柜 现在很多业主会选择一门到顶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种 这个这个 比如说多做出一厘米了 对吧 有两个方向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比较好的柜门 像烤漆类的柜门 那么呢 你就可以选择直接做一个内嵌式的 就是凹槽事的柜门 当然了 价格也会比较贵 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 就是用这种金属的这个拉槽啊 来做这个隐形的柜门 也是非常不错 第三个就是反弹器啊 反弹器呢 应用现在也比较多 但是从实用的角度 反弹器并不适合经常使用的柜门啊 比如说我们不经常使用的一个柜门可以考虑用 因为它确实容易坏 最后再说一说有拉手的情况 有拉手的情况呢 一般比较适合欧式风格 中式风格 或者说复古类的风格 这类风格你不带拉手的话 绝对是不好看的 带拉手的选择一般也是以精巧精致啊 这种为主 小小的点缀啊 对于我们整个柜子就非常好看了 千万不要做又大又长的拉手 那种拉手呢 会让你的家具显得更加廉价啊 最后呢 给大家说一说 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上去考虑 其实带拉手会比不带拉手 使用方面会更方便啊 尤其是我们经常开动的柜门 呃 衣柜方面呢 我建议就是小巧的拉手 反弹器 我是不太推荐的 好了 我是阿崔 关注张兄妹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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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